欢庆元宵节 台东市的建国市场也举办系列活动 现场提供了千份应景汤圆给民众暖胃抗寒 而市场内的信仰中心福德词 也提供了开运钱母供民众来索取 市场自治会更是主动捐赠了千盏花灯 期盼点亮建国新市场的买气 营造传统市场不一样的元宵味 满满的人潮将市场外籍的水泄不通 欢庆元宵节 台东市的建国市场也举办系列活动 现场提供千份应景汤圆给民众暖胃抗寒 还有摩采活动营造传统市场不一样的元宵味 今天就是元宵节 所以我们有点亮建国新市场 设计学址性元宵 利用这个机会 要让我们社区来跟我们建国市场 一些生态地 所以今天的活动他们不只多样化 因为他们现在今天就有发灯笼 也有吃汤圆 也有钱母 这种种的过程都他们自己努力 所以实在很感谢 也觉得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市场自治会表示 传统市场必须海纳年轻人的创意点子 才能开拓更多客源 搬迁到新市场之后 带出了将近20年来少见的买菜人潮 因此也希望透过各种活动 让民众感受到市场之美 彻底摆脱固有的脏乱形象 建国市场来这里已经半年了 可以看到它的生意 或是日日上升 我希望可以走作一个国际观光休闲市场 这个新菜市场 是我民国57年最生的最后 61年的时候 建国市场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年 所以不知道感觉 这个建国市场这样成功的 感觉是比以前多好很多 也多方便很多 自治会主动捐赠千盏花灯 期盼点亮建国新市场的买气 吸引更多年龄层的消费者 来市场走走看看 享受最实在的人情味 借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